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手系統要創造市場中最簡單 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等各位一起來賺 在市場當中要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 不外乎有兩種方式 第一種藉由效率換股 賺每一档票最好賺這一段 快速把獲利堆疊上來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跟著作手系統用效率換股方式去做 從2月5號到今天 一個月的時間 你的100萬透過金流力量 已經幫自己穿出216萬的利潤了 而你的1000萬呢 透過金流力量也幫自己穿出2160萬的利潤 當然 第二個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方法 當然就是把市場當中效率的標股把它找出來 而每一档效率的標股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 做手系統就是把最複雜的資訊 規矩到最簡單的模式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3月1號天鋼這項目標 當你有做手系統 同時你會買在26.5 今天已經來到47.55 100萬已經幫自己穿出79.4萬的利潤了 而3月12號的試鏈 你會買在181塊半 今天來到242.5 100萬同樣幫自己穿出33.6萬的利潤 而3月18號的廣民 跟著做手系統 你會買在80.2 今天同樣也來到97塊 100萬同樣幫自己穿出20.9萬的利潤了 而做手系統 為什麼可以穿到市場當中 最簡單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除了這個系統 百分之百做自己原創之外 在進場當下 直接會給各位進場 停損停業價位 甚至還會有移動停業去保護各位的部位 那怎麼做到最簡單最有效率的選股系統 一鍵主流就是把主流抓出來 把效率的標股把它找出來 而一鍵選股呢 當然把每個階段最好賺滿一點 當然把它抓到 也就總在節目當中 一開始跟各位分享的 第一個加快自己賺錢的速度方法 不外乎藉由效率換股 而效率換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不要去浪費任何股票整理時間 所以一定要堅持只賺 最好賺這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跟著做手系統 效率換股方式做 從每一筆單的進出 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資金 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資金 買完一檔 賣掉一檔之後 再換下一檔 那應該怎麼做 我們可以一起直接來看 在3月11日這一天 這樣股票100萬 賺了18.7萬 系統告訴我們基金 賺完最好賺一段 先把賺到錢發一口袋 接著換股增加報酬 11日這一天 系統告訴我們 再把資金轉買台通這張票 賺它最好賺一段 股價大漲錢 就要趕快買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 自己買進 短短的兩到三點 你的一百萬 不是也幫自己刷出 是6.6萬的利潤嗎 股價大漲錢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发生吗 所以呢 这样一票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3号这一天 这样一票100万赚了16.6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什么卖 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赚起来的速度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大家当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要卖你舍不得卖 到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 让大赚被小赚的遗憾 又再次发生 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 遗憾不但不会发生 反而可以加快自己赚起来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是同你所看到的 在13号这一天 这样飘100万赚了16.6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口袋 接着换股价报酬 基本上会做的 问题是 是3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赚金再换到什么样的估算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13号这一天 很简单的按 一件旋软股多 一样资金旋软股 3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满 华城这项票 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 接连不断的发生 13号 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 要不要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资金转满 华城这项票 赚它最好赚了一段 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短短的两到三点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是八点五万的立多吗 好事不是这么在一起发生吗 所以这项票 当然也是一样道理 一样坚持赚它 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3月15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的是八点五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大家的股票 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续 你不知道卖 你舍不卖 报最后 常会像过去一样 一样的报上报下 会浪费了很多整理的时间 但是当你要做手续系统 当然可以再一次加快 自己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看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3月15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 赚了十八点五万 系统告诉我们今天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口袋 接着换五三报酬 问题是15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资金 再换到什么样的报酬上 很简单 全部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15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很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按一键旋锋多 一样是资金学生股 三秒钟时间 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资金转买玻璃KY这一项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15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赚钱 发口袋 再把资金转买玻璃KY这一项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股价大涨前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自己买进 短短的两到三点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刷出 是六点三万利落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所以呢 这样的票当然也不是例外 一样坚持赚他最好赚一段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9号这一天 这样股票一百万赚了是六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千万 赚完最好赚一段 所以红棒创新高 一样最好的卖点 不要怀疑也不要舍不得卖 再一次 就同你所看到的事实 但当股票赚完最好赚一段 如果你没有做手系统 你不知道卖你舍不得卖 到最后常会像过去一样 让大赚被舍穿的遗憾又再次发生 但是当你有做手系统 遗憾不但不会发生 反而可以再一次加快赚赚钱的速度 我们可以一起砍下去 就同你所看到的 在19号这一天 这样我们票一百万赚了是六点三万 系统告诉我们精英 赚完最好赚一段 先把赚到钱发一口袋 接着换股上报酬 问题是 19号这一天 我们应该把赚基因 再换到什么样子的身上 很简单 还是交给做手系统 我们只把时光回溯 回到19号这一天 操作可以很简单明确易懂 很简单的按一键旋骨多 一样是赚金选用股 三秒钟时间系统告诉我们 再把赚基因转买汉宇波这样的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一起来看 好事到底有没有接连不断的发生 是9号也就在这一天 系统告诉我们要不要赚钱 发一口袋 再把赚基因转买汉宇波这样的票 赚他最好赚一段 股价大涨钱就要赶快买了 一定是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短短一天两天 你的一百万 不是也帮自己创出十万的利润吗 好事不是这么再次的发生吗 也就在节目当中 该跟各位分享的五个基因流而已 事实上从3月7号到今天 十个交易时间 你一百万透过效率换股 已经帮自己创出八十万的利润 而你一千万呢 已经帮自己创出八百万的利润 而下一档股票要等各位一起来赚 而市场当中很多投资者 为什么股票会做很辛苦 原因很简单 你在市场当中要有到底是什么 当然我们要的绝对不只是一个 头头是道分析 而是一个真正会赚钱买卖点 市场当中会讲故事 会分析行情分析师实在太多了 但是没有几个可以把股票把它做好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只会讲不会做 跟着做系统其实很简单很干脆 我不给各位长篇大论分析 我只给各位会赚钱买卖点 只告诉各位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跟着做手系统去做 为了让总资金效益达到最大化 而且一定要把握 一定是百万资金集中操作单档票 绝对不模拟良可 而且一定要严格风险控管 我绝对不允许有手上的股票 曝附在极大风险当中 所以最大风险不过3.5%上下而已 更重要的 一定要会赚钱的买卖点 而这个买卖点一定是领先 而且非常的明确的 那同样的 就从我在节目当中 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 第二个加快自己赚钱的速度方法 不坏于乎就是 把市场当中效率的标股把它找出来 而每档效率标股 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做手系统就藉由科技力量 把最复杂的资讯 归结到最简单的模式 因此 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 你看到周线大户成本多 而关键价倍日线买点突破的同时 它自然就会形成效率标股模式 而效率标股模式一旦形成 表示短期间之内有连续大涨可能 就同你所看到的 这档票在这一天 当你有做手系统的同时 我们说会一定看到同样的事实 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 争以结束之后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情况下 当然我说会一定有做法 百万之一买进 那好事很这样发生 那为什么这档股票买进去之后 在短期间之内就开始出现大涨 很简单 它一定符合效率标股模式 当然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所有操作一定要做到眼见为品 过去或许你跟着分析师去做 常常在听分析师在讲什么 可是讲到最后的结果 常常就是凹单 但是跟着做系统 这个情况不会发生 因为每一笔的交易 你都可以看到眼见为品的事实 这档票在这一天我看到个事实 周线多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不用怀疑 就是这个阶段唯一最好赚的买点 也就是日线的买点 那日线的买点 到底有没有突破周线关键输入价 我们一起来看 当天呢 当天的周线关键输入价在26.6 那当天最高来到27.4 也就是说日线的买点 突破周线关键输入价 盘中进行突破 它就形成什么 形成效率标股模式 那既然形成效率标股模式 代表一件事情 在短期间之内有快速大涨的可能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当然想都不用想 当然就是把百分之百之益买进 让好事很像发生 那买进去之后 有没有短期间快速的大涨 当然有 因为它就是符合效率标股模式 所以操作本来就可以这么简单且明确 那当然除了我们在操作股票过程当中 在进场当下 会给各位进场停损停移之外 还要让各位做的安心 也绝对不要大转变小转遗憾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移动停去保护各位的部位 我们就直接拿大户成本线来 让我们移动停力 没有破之前 可以一路抱到跌破为止 这是最无脑的操作方式 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你就是进场讯号出现之后 全部买进 然后跟着大户成本线走 没有跌破之前 你就是抱到跌破为止 这是最笨的操作方式 也是最简单的操作方式 就同你所看到 这个地方洗盘你会不会害怕 你不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没有破大户成本线 你就抱着 一旦跌破怎么办 就全速出清 就这么简单 没有跌破抱着它就创新高 那今天也在创新高 所以就从在节目当中 才跟各位分享的 做股票真的不用搞得很复杂 讲一大堆之后 不知道买点在哪里 卖点在哪里 那到底操作意义在哪里 解盘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在我的观念里面很简单 解盘就是一毛钱都不值钱 那真正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到底买点在哪里 卖点在哪里 而每一档股票都是一样道理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从来不会跟各位特别挑一档股票 因为每一档股票 都只是我们赚钱工具而已 但没有赚钱办法 同时只是把对的事情 再做一次 好事很自然再发生一次 也就同你所看到的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道理 在这一天 我所有会议一定看到同样的事实 周线多 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一定是这个阶段 增结出之后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一样百分之百自己买进去 好事很赞发生 买点永远一个阶段只有一个 没有什么叫做大涨之后 再去帮别人追价的 那这个风险就很高了 买点只有一个 那同样的 为什么这样不要买进去之后 不用去等待前面整理的过程 买进去之后 在短期间之后就会大涨 很简单 一定符合效率表格模式 所以做手系统 为什么要创造市场的最简单 最有效率的操作方式 也就是这个原因 做票绝对不要复涨 就是要简单 而且要看得到 而且要非常的干脆 这种票在这一天 周线多 日线低跟红色虚线出来的时候 只有这一天 是这个阶段唯一的买点 那日线的买点 到底有没有突破周线的关键输价 我们一起来看 那当天周线的关键输价 在184块 那当天最高来到184.5 也就是说盘中日线的买点 已经突破周线的关键输价 它形成什么 形成效率标果模式 既然效率标果模式 一旦形成我们的做法 当然只有一个 百分之百之一买进 让好事很自然的发生 买进去之后 有没有快速上涨 当然有 那简不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买一点只有一个 还不够简单吗 那有没有效率 当然有效率 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会跟各位分享的 除了在进场当下 会给各位进场停损停息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也是我在节目当中 一直跟各位强调 要做得安心 也绝对不要大专辩小专辩 那最笨的做法 也是最无脑的做法 就是直接拿大户成本线 来他们移动停令 没有跌破之前 你不要管他当中什么洗盘 不用理 你就一路抱到跌破为止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也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简不简单 就是买进去之后 跟着大户成本线走 没有跌破你就一路抱 抱到跌破之后 就是初清换股 就是这么简单 那当然每档票都是一样道理 我们可以再开档票 所有会议跟我看到买点 绝对是同一天 因为我的系统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参数可以改 没有像老派的交易软体 还要私底下来在那边改参数 我所有东西都是固定的 我所有会议跟我看到 买点绝对是同一天 就从这两票在这一天 我看那个事实 周线多日线低 跟红色虚线出来之后 这一天一样是这个阶段 整理结束之后最好赚买点 而且是唯一的买点 在这么简单清楚明确的情况下 我所有会议还是一样 百分之一买借 因为好事很善发生 那做股票为什么一定要有做手系统 因为我们不要等在前面整理的过程 做股票为什么一定要有做手系统 也不要等到涨停 涨停之后再做追价 我所有会议一定是买在这一天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我所有的买点是会比市场 常常会找一到两天 这就是做手系统独特技术 同样的 这不同我该跟各位分享的 最简单最无脑最笨的做法是什么 买点出现进场 然后跟着大户成本线走 然后没有跌破之前就一路抱上去 跌破就是出清 那一样一起来看 操作本来就可以这么简单 不要搞得太复杂 太复杂就变成没有意义了 进场之后 这个进场之后 一样跟着大户成本线走 来当我们移动停力 没有跌破之前 你可以抱到跌破为止 简不简单 就这么简单 所以你就赚了一根涨停 两根涨停 那就等着继续赚 那会不会有大转变小转 你看 当然不会啊 因为大户成本线贴得非常的近 而且非常的有效率 这是在市场当中绝对看不到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 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强调简单跟效率 那大户成本线 当我们移动停力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其实多空都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在这一天 我们看那个事实 周线空 日线低跟绿色训练出来的时候 这一天 当然是这个阶段以来 最后的卖点是最好赚的空点 那这一档股票 在前几天 我也跟各位分享过 它就符合 空投效率标果模式 所以在这一档股票 在这一天 你会去做空 那做空一样 我讲过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把它反过来而已 最笨的方法就是什么 跟着大户成本线去走 有没有 它没有突破你就继续爆 继续爆 然后突然就开始暴跌 可是今天早上一开盘 没有多久 一开盘 就直接穿上大户成本线 那怎么办 那很简单 早上开盘 就要开盘之后 就是全数做回补 就是把获利放在口袋 把这一段的获利放在口袋 简不简单 你会发现多空 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 都只把它相反过来而已 操作就可以这么简单 所以我在节目当中 常会跟各位分享的 过去分析师代理做股票 讲一大堆之后 到底买点在哪里 你能很清楚吗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卖点在哪里 也不知道 也不清不楚 不清不白 做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大钻变 小钻 小钻变 持续不断发生 可是就同你刚才所看到的 各做系统去做 每一笔单的进出 每一个点位的进出 都是眼见为凭 而且没有任何参数可以改 那你会有过去的遗憾吗 当然不会 当然就可以做起来非常简单 而且轻松 所以事实上你现在欠缺只是一个 立即亲身体会 最简单 最有效的做手系统 我等各位一起来转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现场 您需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需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启发头部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自己推现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您需要消极的等待机会 您需要积极的创造获利 启发头部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自己推现 022-2389-8029 022-2389-802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做手系统要创造市场的最简单 最有效益的操作方式 等各位一起来赚 跟着做手系统去做起子 总是有一口单 百分之百当冲 完完全全没有流畅压力 我们可以让好事每天都会发生 台子02一个月过去了 挣这么多 负这么多 挣负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挣1036点 03呢 19天过去了 挣这么多 负这么多 挣负加总之后 一口单可以挣2464点 当然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好事一样再次发生 今天跟着系统去做 你会做三笔对三笔 一口单冲可以挣188点 当然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每笔教训号 今天第一笔教训号 在8.55分的时候 这个挑拨盘同步做多讯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这个是昨天最后跟K线 本来在灰色线下 变到灰色线上 线下 变线上转折 线上是红色的 那我说过 8.55分一定要看一下上下颜色 都是红色的 所以收盘收定 直接设收盘价 19887去做多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下一根K线最低来到885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充分各个规划压力区 一口单正五三点 记得把它发一口单 等今天第二机会 也就是趋势盘同步做空 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一起来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找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上 变线下转折 线下是绿色同步做空 一样设收盘价 也就是19873去做空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下根K线最高来到891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相同的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充分各个规划支撑区 一口单正28点 把它发一口单 而这一笔交易讯号 是一个趋势盘同步做多 不做运很简单 因为我们在进场当下 先知道进场停损停业点位 如果先来到停满足点的同时 必须要等它下一个机会 也就在这个地方 趋势盘同步做空 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系统 就同你所看到的 行情找到这个位置 本来在灰色线上 便线下是绿色同步做空 所以收盘收定 射收盘价 19854去放空 一起来看会不会成交 现在可以见最高来到863 所以定价百分之百 全部穿成交 相同的 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一旦只要来到 系统中方各个规划支撑区域 一口袋正107点 照样把它发一口袋 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的 当拥有领先实战迅速度的同时 好事自然每天都会发生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